不安各位观众我是周玉琴 欢迎您锁定台湾顾问团 要快过年了 有钱没钱讨个老婆好过年 这句话呢在台湾好像不适用 现在因为在台湾社会 不婚族的比例是越来越高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注意到了 但是他说呢 他说台湾30岁以上的女性 三成不婚 这个叫做不安危机 这句话是要说给谁听啊 蔡英文主席要不要出来评论一下呢 那么另外呢说到了蔡英文 有可能他会是台湾第一位女总统吗 未来的这一年政治明星 甚至我们的国家运势 国运又将会如何呢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是非常的关心 那么身为一个小老百姓 要如何趋吉避凶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特地请到了命理专家 星座专家一块来探讨这个话题 精彩可惜 我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节目现场的几位来宾 左手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王洪威 欢迎洪威 立芊好 大家好 命理专家张维忠老师 主持人来宾大家好 还有资深评论员沈富雄沈大佬 你好大家好 新座专家安格斯 主持人来宾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欢迎各位今天一块来 我们首先就来聊聊柯市长 柯市长真的是 雨不惊人死不休啊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说 他是忧国忧民啦 这个洪威啊 我们知道这个柯市长 他出席一个幸福大联盟成立典礼这个活动的时候呢 他谈到了家庭健全这个话题 结果他是说他有查了一下台湾30岁以上的女生有30%没结婚 如果一个国家有30%的女性没结婚 这个国家是不会安定的 他说这是国家危机 哇这句话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说会有这么严重啊 那当然身为这样子的单身女性 听来一定觉得非常刺耳对不对 对啊而且我觉得30岁以上不婚就变成国安危机 他会太严重有这么严重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柯文泽他现在台北市长 那当然他注意到说很多应该是婚的女性怎么没有结婚 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坏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从以前就说其实像台北市应该多多制造一些 就是说适合年轻男女去恋爱的地方 比如说像我们的河滨公园会有一些LOVE在上面啦 或者是锁啊这样让大家拍照 你可以让台北市成为一个很浪漫的城市 让大家觉得恋爱起来很有feel的城市 但是我觉得他今天的讲法 我觉得跟他选前谈到有关于女性的时候 其实很多是歧视女性的话语 那你想想看其实有关在台湾单身族变多 不是只有女性喔男性也很多 那这个其实这个不是新闻也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 就你突然一下升高到国安危机 那是非常严重的耶 那是不是代表因为像蔡英文他已经决定要参选总统 那大家都觉得说搞不好2016我们台湾会出现一个女性的总统 那蔡英文不是也是国安危机之一吗 如果按照柯文泽的逻辑 蔡英文是陈菊也是 那很多的我们的女性政治人物是不是都变成是国安制造危机的 陈菊也可以讲讲话吗 对啊我觉得就说我必须要讲 宽泽在他的心目中到现在即便他已经身为市长了 他对于那种屈姓女士的言论 其实他跟他选前他选前不再讲吗 比如说他说从医生协商来说的 一夫多妻是最好的制度 大家也觉得很昏倒 他讲说各个领域里面当女性越来越增加的时候 这个就代表这个产业快要没落了 这个事他过去讲了很多 那我认为就说他讲了一个什么 他去参加幸福大联盟 如果他讲说他担心嫂子化 那台北市是会未来还是会致力于说 鼓励大家的多生育 能够多解决嫂子化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欢迎 但他讲说不婚女性不婚是国安危机的话 对不起柯市长你又失言了 要不要再道歉一次啊 是啊而且讲到这个失言的记录 真的还蛮多的 尤其是牵扯到女性的议题啊 我想其实在去年的9月7号 当时在竞选期间呢 那么他就说陈以珍啊 是年轻又长得漂亮 坐柜台差不多不适合当市长 哦这句话其实听起来也是非常的刺耳的 甚至呢他还说我们发言人也是特别聘了 漂亮的女发言人 另外又说到什么 我们怎么不会讲英文 我还是台大教授啊 那找个酒吧八女英文不是更流利吗 很多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过去呢 他一讲出来之后就引起了一些争议性 那么但是呢好像多次失言 我们的柯市长还学不会这番道理 这个沈大老 其实啊我想您可以以身为这个前辈的立场 给我们的这个柯市长一点建言 对不对 柯市长永远说学长不会害他 所以你不要挑拨他跟我的感情 我先回应一下洪威的讲法 说营造这个恋爱的氛围啊 有feel啊 我告诉你也没有用 因为李光耀啊雇了一条大油纹 不是石油的油 是油丸的油 大油纹 然后请新加坡那种真的高层社会的不分的男女啊 再放在一条油纹上 出去晚一个礼拜 回来 那爱之船 一队都没有澄清了 连一队也没有 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 柯P碰到性别问题的话 就常常讲错话 他为什么讲错话 其实是真心反映他的核心价值 所以国安问题其实也没有不对 但是不是30岁不分是国安问题 是少子化 才是国安问题 那少子化是国安问题 跟30岁有没有关系呢 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的女孩子的结婚年龄 已经升到28岁了 所以如果28岁开始结婚的话 30岁有30%的还没有结婚 很正常啊 还要生小孩 是两方的事情啊 不见得说女孩子结了婚 那男孩子不想结婚怎么办 结了婚今天婚了以后 不想生的也守在多事啊 不是说 而且如果你想生小孩子 不结婚也可以啊 他这个柯P的脑筋 是非常的old fashion 就是他就是转不过来 还有如果你真的女孩子 愿意生小孩的话 其实30岁结婚到40岁 过了40岁是有点不宜啊 因为变成高龄出产妇 但是30岁到40岁 10年间啊 生个两个也没有问题啊 所以柯P都欧白说 他都想着说什么 完全是based on 他的他的God feeling 这个常常出错 不过现在柯P很红啦 讲错话 人家都觉得很可爱 你说没有吧 是不过这个 刚才我们在讨论就是柯市长 其实他在谈这个女性 那为什么没有提一下 男性的比例呢 而另外一方面就是 其实今天我们也看到 很多我们的女性朋友啊 30 40岁以上的啊 那么选择单身的 或者是被迫选择单身的 其实在今天呢 我们看到很多在网路上面 甚至在脸书上面都不吐不快啊 你们都说哦原来我今天才知道我是国安的危机 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呢 事实上我们当然要谈一谈这个话题了 刚才我们讲到说 在未来这个新的一年当中 我们是不是即将会看到一些政治明星们 或甚至是杰出的女性人物 她们要抬头她们要当家 我想在今天呢 我们来花一点时间稍微来聊一下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大家其实现在已经在放眼什么 放眼2016的选战了 我们看到呢在绿营当中呢 天王排排站 是不是真的哦 看到这个蔡英文要出来角逐总统大位 那么搭上白色的力量就是胜券在握啊 我们不知道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次排开科皮啊 陈菊啊赖清德啊 他们都是他们非常认同度很高的政治人物 我想安格斯 我们今天一开始是不是可以先请您 从星座的角度来谈一谈 你怎么看他们的未来的这个机会 我们刚刚在下面聊天的时候 发现大佬啊 他一定会很了解左边两位 你知道大佬的生日啊 正好介于两者之间 就是我们省大佬的生日 正好是处女与狮子的交界 处女头狮子尾 那其实呢 处女座在今年 他在2015年 因为这个天王星倒行到双鱼座 什么意思 双鱼座代表女性代表变化 今年的运势很好 2015很OK 2016你得在上半的时候 女生的运势参加选举 以及赌博类的东西 他容易在竞争中得到胜利 可是在因为2016的时候 他可能到下半 就年中以后就会有点问题 基本上处女座在2016年 他会有人际上相处的问题 所以可能不会那么的协调 他会复首是非常难找的 那年初就选完了 对年初就选完了 所以他上半年还能沾到一些边 可是一定会面临复首该搭谁 那我们如果来讲 明年是2016 1月16号出票是不是 对年初就选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实际上呢 因为由于2016年 是风向当道 风向星座指的是 双子天平跟水平 如果四个人我们把人头拆掉 最适合的组合 其实是菊德佩 最有意思的 其实是兄子天平配 是最配的 那我当然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把头都拿掉 只看星座 只看他们的命盘来说 照理来说 两个风向是最大的 那如果说 其实蔡英文在选副首的情况之下 要跟这么刚烈的 一个处女座人搭 他也应该要选择右手边的 而不是左手边的单位 对 会给他比较大 往这边找 那你明显看得出 其实他会有一个问题 这怎么大那怎么选呢 赖清德不是呼声很高吗 赖清德呼声很高 他其实在自己脸书上 名字那也是一个避风头的方法 但其实天平的运势 因为非常好 我们刚刚讲 尤其天平座这个偏财运很好 偏财过年 你说2015还是2016 2016年 2016年 那所以我们讲 所谓偏财运好 也就是当我们参加一个赌博 一场博弈一个比赛之中 我胜出的几率比较高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 天平座很好 他搭双子座 同样是风向的人 他们的赌运 比赛运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一直锁定在一个 可能不太可能出现的搭档 就是陈菊跟赖清德 他应该是上面的组合 是最好的一个组合 那有没有可能 这是绝对不可能 因为民进党总统初选的登记 截止了 对不对 赖清德也一直在表态 除非布的而已 他大概也不会答应 做蔡英文的副手 那现在副手 如果他选上赖清德的话 那国民党就很难很难 跟这一队去打 但是蔡英文现在好像 没有把握 可以取得赖清德的同意 所以他现在说 为时尚早在看 我觉得重点不在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现在已经 他的支持度在 47 46到50出头 我觉得他已经达到顶点了 所以那个副手 其实再加分 赖清德可以再加分 但有限 我觉得关键在国民党的候选人 我认为国民党候选人 我笃定一定是朱立伦 那朱立伦要挑谁 这个才是关键 所以朱立伦现在距离 这个蔡英文大概有 有2% 8% 甚至到19% 但是这个空间 是有机会翻转的 那翻转的第一点 就看这个朱立伦 个人的霸气跟流气 还有他的公共政策 能不能够触目惊心 石破天惊 还有他挑怎么样的副手 现在最近都有讲 什么朱王沛 去找这个王金平 还有什么朱武沛 找吴东宇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没分了 那就没分了 为什么呢 不是说这两个人的声望不好 是因为朱立伦要的是一个 比较接近内阁制的国家 那内阁制的国家 所有资深 所有重量级的委员 通通回故乡选的委员 没有说在那里 等着要做副总统 等着要做什么不分区 如果是这样的话 老百姓会觉得说 国民党还是老套 国民党今天 大家都认为他一定输 但是不见得 但是你要赢 就是要摆脱老套 是 好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就从这个角度 从生肖 然后再从年龄 出生年份 来看一下 到底这个2016年的 这个总统大选 谁出现的几率会比较高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 詹伟中老师 是 讲起来是2016 其实农历年 要超过2月18号 才算是2016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泄露一个 没有交运的盲点 一直在算2016 他其实农历年是2015 也就是阳年的大对决 所以如果你一直算 猴年大对决的话 是错误的这个重点在这里 其次以蔡英文45年次来看的话 他的榴莲盘 走到这个阳年这个地方 如果阳年选举的话 他的兄弟板木啦 或有指南靠 他没有小孩子嘛 也没有什么兄弟的问题 他整个三方市政 是极心高躁的 而且他的官路工又有个天魁 所以2016 也是2015的农历年 年底的话 他选的话 我认为他的气势如虹 而且一个女人没有结婚没有小孩子 在天命来说 是会长大权的 在这个情况下 在看蓝绿对决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他的赢的机会也是蛮大的 至于谁被谁我不知道 那我说过朱立伦跟这个蔡英文是 先天宿命的天敌的对立 以他们对决过一次 朱立伦曾经赢过他 就像阿扁永远打不过马英九 有这样的宿命的那种背负在里面 可是你的一物刻一物的情况下 配合流年运势 我认为朱立伦也可以求取先败后成 就是说像蔡英文曾经两次落选 但成绩非常的好 也就是朱立伦要求得好的败选 再求得第二次的超脱 甚至于找王朱沛牺牲打 也不是一件坏事 那么把他的 巩固他的国会议员的一个 脈搏那么提升起来 我觉得应该做第二次初级打准备 感谢观看